事實上在鴻海集團裡面 他們都有一句話 就是 爭權奪利是好漢 開疆僻土真英雄 平均每一個人可以拿142萬 很多鴻海的員工 最近一直在被人家叫買單 中國大陸他們在挖腳的部分 看起來就是 真的很敢給 三年的薪水是250萬美元 札惠他接班的時候 那時候海星集團總市值 也到達了50億 短短的10年 結果負債率後來變成高達100% 今晚8點 國民大會 生命運上嗎 國民大會 生命運上 生命運上 生命運上